射恐客栈 我做得好简陋 你这个创意好 真的 是吧 你这四棵树是早的 整得好恐怖 欢迎来到射恐客栈 射恐客栈成立的原因 就是这世代 有很多人会射恐 比如说我现在在上面演讲 我就有点 射恐 有点射恐 严重的人会出现不愿意出门 然后不敢接电话的症状 那他来这儿干吗 他是 寻找同类 寻找同类 一会儿要讲 然后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就切了 射恐客栈提供什么服务呢 进门的时候 会有一棵大树跟你招手 然后广播会告诉你 欢迎光临 好恐怖 你离开的时候 连树也会消失 如果管你走到哪里 我们都会躲着你 你们会听到一点人类的声音 好吓人哦 确实有一点点荒凉 有需求请与我们线上沟通 就算见面我们也会隐身 也会隐身 就不被发现 亚轩射恐的已经感觉 快把那个电视机给掰掉了 这是我的精神支柱 然后我们的特色服务呢 就是这个朋友按钮 考虑到很多这时代射恐有一点间歇性射恐 有时候射恐 有时候又害怕孤单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按钮 然后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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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地演绎了射恐 人 比如说我现在想喝水 那你是怎么个隐身 想给我滴水呢 就空中有一个水过来了 对 飘过来 掉一个薇娅 所有的那个服务人员都在二楼 你说要喝水 然后你千万别抬头 一抬头一看 你是不是更恐了 本来只是射恐 这是温言耸评 那在哪儿呢 都在三楼 因为二楼太近了 还需要射恐 对 那谢谢 谢谢小偷 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最后一位大姚姐 小时候 我非常喜欢看漫画书 我只要一放学 就会跑到漫画书店里头 在那儿 从下午会一直坐到晚上 因为我觉得 所有漫画里的那些人物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 跟世界沟通的一个渠道 所以我很想为我自己 也为你们 做一个二次元的客栈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 到访的这个客人 都能够置身于动漫的氛围感 从近来那一刻就形成了 我们可以为你们量身 定制这个动漫主题的客厅 餐厅 包括我们可以制作在动漫当中 出现过的美食 比如千语千语里头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食品 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去设计 包括我们还会乘坐这个 主题的交通工具出行 还可以扣子成经典动漫 服务员为你们来服务 你们喜欢看到谁 我们就让他扮演成神 我问了一下雅萱 你们这一代是看什么样的 这个果卖长大的 他给我提供的是 喜羊羊 灰太狼 我变成喜羊羊 就比如像雅萱那种 喜欢那种喜羊羊的 是吧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屋子里头 给他支撑一口锅 每天打扮成喜羊羊 我们派上沙哥 杨吉 扮演成灰太狼 红太狼 我们可以把这个锅 布置成一个非常舒适的床 让它在锅里头享受美梦 你们可以在这里去认识 跟你们一样 相信童话 热爱生活的人 你们可以在共鸣中成为朋友 总的来说 二次元拓展其实还是一个 充分地感受你们内心 你们的青春 感受你们最单纯 最美好的那个记忆的 那一个部分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你们在这里 体验到最美好的服务 然后内心得到了 真正的充盈之后 再回到现实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都会是元气满满的战匙 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看 手部天心 然后会有一变身的环节 变身的环节 你就是说从普通一件衣服 变身一个那种华丽的衣服 这叫亚梦胖 四个蛋 什么 不是 亚 谁 亚梦 它是一个蛋 然后放到这个心 然后它就稳 就稳了 有一种魔术你看 就是在台上就变成 你当时穿这么厚的衣服 对 扯住 就是 你那华丽的穿在最里头 然后你就 我们会给你记录下来 还是一个专属于你的短视频送给你 其实零零后应该是从小就 就是看那个 鞋鞋鞋鞋灰太狼的 我非常想当那个灰太狼的 你们可不可以都做那个羊 然后我来抓你们 抓到了我就非常不浅 但是有限的时间内没抓到的话 防备 防备加备 行不行 躲到山里去 一定会满足的 放心好了 就大家最好 就很心动您的方案 然后想成为您的员工 就是我的问题也是我 成为员工 对 我们要客人要花钱的 不是上这儿挣钱的 找这儿找工作来了 又增加了人力成本 谢谢 谢谢 打造人工化的全自动客栈 我的每一次夸赞 都会是发自内心的 仇物客栈 压力是需要释放 帮你去圆梦的客栈 这世代有很多人会撤口 相信童话 热爱生活的人 现在就进入投票环节了 你们每一个人胸前 有三朵小草 投到我们提案最硬的花盆里 第一名十三票 也就是说下一集录制 我们将打造成这个 获得我们冠军的是 二四元客栈 恭喜 如果你们在现实里 感到焦虑的时候 就欢迎来到我们的 二次元客栈里 寻找下快乐 谢谢各位